冷少,这是我帮你洗的衣服 不过 这衣服应该价值不菲吧 没关系 Cabin 这里面重要的资料是不是都被毁了 冷少现在一定很生气吧 没关系 电脑啊,我有的是 做清 哎呀,我刚才好像不小心动了一下管道 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生气,特别想弄死我 不必担心 我家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洛小姐又不是故意的 我怎么会怪你 我怎么没发现 冷少脾气这么好 怎么了 洛小姐想留下来看我洗澡吗 嗯 谁要看你洗澡 是吗 要不 留下来看一看 哼 你干嘛 这么一想 我确实没有见过这种场面 不看白不看 一般这种意外看到男人洗澡的戏 只有女主角有 我呢,确实没有见过 所以决定留下来好好欣赏一把 免得以后看不到 小气 哼 这个冷夜寒的人设 明明就是冷酷无情 杀法果断 怎么让他杀得我这么难呢 我就不验证了 你的秘密马上就公之于众了 洛小姐 请随意 我真的不验证了 你不是最在意这个秘密的吗 因为你要的 不是曝光我的秘密 我 洛小姐 晚安 你把锁换了 当然了 谁让你昨天半夜进我房间啊 睡下面去 我凭什么睡地上 你自己把锁弄坏了 你自己承担后果 莫非 想跟我一起睡 怎么 难道你在期待我害羞愤怒 然后自己乖乖睡地上 我才不 晚安 没见我脸皮这么厚的女人 那就让你长长见识 不用客气 为什么 因为我要睡觉 为什么一定要让我杀你 我没有啊 如果你只是想求死 你可以去找宋若芸 他一定很乐意帮你实现这个愿望 但是你并没有这么做 你不仅想死 还一心要我亲自动手 为什么 那你是为什么 我可以取消手机认证 灭口之后 你还有充足的时间破解我密码 那你为什么不这么做 我不做没有答案的事情 只要你告诉我真正原因 我很乐意帮你这个忙 我说了你也不会相信的 不试试 怎么知道呢 因为 这样一切就可以重新开始 你觉得是你有病还是我有病 我说了你不会相信的 睡觉 你父母车祸去世 留下百万债务 你为了让弟弟上学 于是辍学 微微诺诺地四处打工还债 所有人都说你单纯善理 冷少这番话无非就是想告诉我 你知道我所有信息 然后呢 可我认识的你狡猾激掌 不惜出卖自己的名声 威逼力有无所不用其其 都要达到自己的目的 可你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哪有冷少说的那么夸张 我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美女罢了 冷少现在说这些 莫非想亲近我 莫非 冷少喜欢上我了 你以为你说这种话 我就会放弃追问 还是洛小姐想告诉我 你有这么多奇怪的举动 是想找借口接近我 莫非 洛小姐喜欢我 不知道你说什么 睡觉 我有的是时间 等待洛小姐的答案 可燕涵也不会没带钥匙 你这装扮怎么看起来那么像坏人啊 你猜对了 所以现在应该沉默南城不在 让我们的项目抓紧时间推进 可是宋氏那边一直不松口 一旦宋氏和牧师签约 十年内肯定无法超越 冷少 这是慕夫人给出的最新报价 第一手资料 洛青今天有什么动静吗 冷少您放心 上次他破坏宋总的饭局 是我的失误 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了 我已经通知了大厦 不准他进出 谁让你自作主张了 我倒还想看看 他还有什么手段逼我动手 宋总已经借口生病 你推脱了我们的邀请 看来 他是铁了心要等牧南城 冷少 所有人都可以进来的 是的 我之前已经吩咐过了 怎么会一天都没动静 什么